欢迎往新闻现场 苗栗鲤鱼潭水库昨天下午一点多 有四名工人在水库进行抽泥作业时 其中有一名22岁的流行工人 驾驶小型动力艇要回码头上厕所 但是半个小时之后人还没有回来 同时最后只发现船只跟救生医 怀疑人是落水失踪 由于现场水深有45米 景潮今天会持续搜救 景潮搭乘船艇进入鲤鱼潭水库 展开大规模搜索 因为现场传出有轻鱼人员疑似落水意外 由于水深超过45米 加上无法确认落水点 也同时搭配使用霸王沟采取水面搜索 轻鱼人员驾驶小型动力艇 于水上作业时失踪 现场仅发现空船 研判可能落水地点后及地进行搜救 13号下午1点45分 苗栗邪消防局接火报案 表示有水库清余人员疑似落水失踪 水库管理中心表示 当时有四个人出船作业 其中二十二岁流星公园想要上厕所 自己开着交通船回到码头 不过过了三十分钟都还没回来 同事觉得不对劲 才发现他疑似途中落水 来到这个码头 那我们现在研判可能是在这附近 就发现说船人不见的地方 清余公园疑似落水位置距离大坝 约一公里处 潜水人员靠岸下潜搜索三次都未发现 而截至十三号晚间六点前 都未巡获失踪者 今宵也将持续搜救 所以彭光许苗栗报道